你不可以接受无糖珍奶吗 面对喊话 副总统赖清德没有回应 反倒是后面民进党议员许淑华笑了出来 因为赖清德前一天出席健康台湾论坛 说以后喝珍奶不喝全糖要改喝低糖 想不到赖清德在3上面发文后 蔡总统马上留言 清德喝珍奶是不能加糖的 获得超过一万七千个赞 而赖清德随后也回应 蔡总统那淀粉的部分呢 因为小鹰过去曾自爆自己最爱吃淀粉 两人幽默互动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说威廉的低糖是8分吗 台南人没有低糖的 要无糖啦 珍珠本来就是甜的 再加糖就不健康了 真来怎么喝因人而异 倒是大家都希望地震不要再来了 出席宋山慈慧堂母娘活动 来清德希望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同场还有内政部长林又超 传出他将接下民进党秘书找位置 政国会系统中只有林佳龙接下外交部长 传出引发政国会不满 这个府院党 每个人可以扮演每个人的角色 那每个位置也都非常的关键 也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是一个团队 并不是某一个个人 或者某一个派系的事情 破除派系不满声音 毕竟新政府人事底定 未来就是权力拼果证 再来自网声音右博台北参谋党